济宫游记 第一集 南宋少兴年间 有一位名叫李修元的得到高僧 法号道记 人称济宫活佛 他已经在一座不知名的寺庙里 禅定了十年 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只有一个小和尚为他送饭 有一天 小和尚正准备给他送去 庙里的大和尚将他拦住 你们这一老一少 既不诵经又不拜佛 当的哪门子和尚 小和尚莫不作声 用祈求的眼神 端走了饭菜 他来到道记的馋房 乔玛声心地撤走了剩饭 然后自己给吃了 道记在寺里待了那么久 主持老和尚竟然毫不知情 于是让海光去请他出来 还说今天有贵人前来 道记似乎知道贵人的身份 便跟着小和尚提前来到了大雄宝殿 这时大殿上有一位盲眼妇人 正带着儿子在拜佛天相游 一串是保佑全村的 一串是保佑家人的 妇人看上去十分的虔诚 这是老方丈所说的贵客道 贵客来头不小 还有官兵护送 官兵想将大殿清场 道记上前阻止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道 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 盲眼妇人走后 贵人便开始诚心地拜佛 拜完之后又添了一大笔香油钱 好家伙 整整黄金一万两 老方丈满心欢喜地表达了谢意 又把他请到了后院喝茶 原来这贵人竟是大宋皇帝的母亲太后娘娘 太后想见一见道记师傅 请她出来指点弥进 老方丈立马答应派人去请 不一会儿 道记就带着盲眼妇人和她儿子过来了 太后问他 我最近吃不香睡不着 心情也十分烦躁 大师你帮我看看 我哪里出了毛病 道记告诉他 你只要抛弃烦恼 独守己心 然后多发善心 恩泽天下便会问心无愧 说吧 他往天空一指 房顶顿时就金光闪闪 所有人都看见了佛光 唯独瞎眼妇人一个劲地摇头 道记在她面前试了师法 瞎眼妇人的眼睛顿时恢复了视觉 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太后一看是惊叹不已 便问这位妇人捐了多少香油钱 竟能享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时海光突然多嘴 她怎么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道记反驳道 一百二十文大钱与一万两黄金 在佛祖面前都是一样的 一百二十文大钱与白银万两 同样福田广大 太广 佛 无分别心 送走了太后 道记又回到了禅房开始睡觉 小和尚进来找她玩耍 看见了桌上的鸡腿和酒壶 于是偷偷摸摸地尝了几口 一旁的道记末不作声 静静地看着她表演 小和尚喝了一口酒 发现这不是酒而是醋 酸的 她又尝了一口鸡腿 结果吐出来变成了白萝卜 道记醒后 小和尚主动交代了偷吃的事情 道记笑着说 你这小和尚还算生实 行了 你再尝一口我的酒吧 小和尚喝了一口 这次味道变成了辣 接着她连尝了两口 又变成了甜和苦 算上前两次 小和尚把酸甜苦辣尝了个遍 第二天 道记打算结束产店 去人世间走上一遭 于是她向方丈告别 方丈送了她一个箱子 里面装的是鞋子 经书 还有僧衣 道记什么都不要 全部送给了四里的和尚 然后画了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 便摇着扇子朝人世间走去 这天 她来到一个干旱的小镇 镇上的百姓都在求神拜佛 祈求降与 这个八字胡是个卖伞的 因为干旱的原因 她的生意快升不下去了 另一人是个卖扇子的 她巴布的多来几个大晴天 这样自己的生意就更好了 一个求雨 一个求汉 菩萨也很为难 这时庙里的神像突然闪了一下 众人以为是佛祖显灵 于是赶紧跪下祈求降雨 而道记也闻着声来到了人群中 众人一看是活佛来了 纷纷围上来请她赐福 两个生意人眼睛贼尖贼尖的 一眼就看上了道记的扇子 直说要是能得到这样的宝扇 自己就能发大财了 道记笑着说 你们说这是宝扇 那就拿去吧 卖伞的夺过扇子扇了两下 想让老天降一场大雨 可雨没有等来 自己却打了两个喷嚏 卖扇子的说 你要没这个福气 还是我来吧 只见他扇了两下 竟想变几个金元宝出来 结果也为心存贪念 刚扇了两下就全身冒汗 众人一看是啼笑皆非 另一个百姓说 我们求菩萨可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庄稼 现在已经干旱几个月了 要是再不下雨 地里的庄稼就要死了 道记听完 带着百姓来到了一处山间 只是说道 把这里的水运回去就可以浇田了 大伙一看 这水这么小 都不够一人喝的 怎么能解除汗情呢 这时小和尚端着碗站了上去 不一会水就越接越多 大伙一看纷纷感叹道记的神通 于是赶紧回家拿着盆跑来接水 过了一会儿 天上突然乌云密布 下起了青藤大雨 百姓们高兴地手舞足蹈 雨过天晴后 道记又摇着扇子来到了城里 远处走来了一个卖馄饨的小哥 道记来下他想吃馄饨 小哥说 我娘说了 出家人不能吃馄饨 我不能卖给你 道记又说 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你行行好 给我吃一碗吧 平常肚子实在太饿了 为了填饱肚子 也就不计口了 小哥一听便 赶紧给他做馄饨 可道记却说自己没钱 只能吃白食了 小哥笑着告诉他 我娘说了 出家人吃东西不收钱 说完又继续包馄饨 过了一会儿 小哥隐约感觉到肚子疼 便撂下挑子去找厕所 道记拦住他 我肚子实在太饿了 你还是先给我做了再去吧 可小哥刚包了几个 又开始闹肚子 这下他可能憋不住了 道记像是故意为难他似的 又将他拽了回来 还说要先吃他的包子 小哥实在忍不住了 两个包子 你吃一个剩下一个给我娘留着 说完又跑到墙根结手去了 道记剑怎么也拦不住他 便挑着担子就往前走 小哥终于忍不了了 于是提着裤子追了出来 小哥正想去拦下道记 就见刚才蹲过的那堵围墙 突然塌了下来 路人走过来告诉他 这是鼎鼎大名的寄功活佛 他一定是念你与人为善 是个大孝子 这才出手救了你一命 小哥听完恍然大悟 而道记又摇着扇子走远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转发 关注我 下集更精彩